哈嘍大家好我是祥林 我現在已經做好了副食的準備了 大家聽我的口氣應該都聽出來了 我現在比較低沉而且充滿了決心對不對 好啦我們先去把這個先打開吧 不要掉到岩漿裡面那就搞笑了 然後呢 先把身上的東西整理一下好了我看好多 在這裡的話呢我要跟大家說就是我準備了這麼多的玻璃品嘛我帶過來了 當然也有些人猜出來我是要去裝龍席的 絕對不是用來裝髒水的我絕不喝髒水好不好 我這邊呢已經有這麼多的牛奶啦 不需要喝髒水好不好這是用來裝龍席的喔 那個龍席的話在釀藥的時候可以得到那個就是那個藥水瓶現在有多一種效果是滯留效果嘛 但是龍呢吐出來的東西可以用玻璃品右鍵去裝那個龍吐出來的東西喔 然後利用他跟那個什麼噴漸藥水啊 就是 就是原本要先把噴漸藥水先釀好嘛然後再用他 再拿下去釀的話呢 噴漸藥水就可以變成所謂的滯留藥水 所以我這邊可能要留很多的一些空間吧 另外還要有一些 恩這個應該也是要拿一下的啊 要來墊腳 因為我要去破壞東西嘛 破壞他那些水晶 其實我飛上去就好了 好不管了走了 哈哈哈 管那麼多對不對直接走進來 然後現在的話呢就說我是 第一次來 這邊然後打這個新版本的終界龍的 其實還蠻 還蠻興奮還蠻緊張的因為是第一次來面對他 他現在的一些動作行為呢跟以前不太一樣了就像他會吐出一個 會滯留在原地的東西 一樣你一直好像應該會讓你造成一些魔法傷害吧 所以你如果說一直待在原地的話 你只待在他吐出來那個東西那邊就很危險這樣子 那我有點餓了現在 沒關係 那現在在新版本裡面呢反正就是說 一進來好像一定都是被關在下面一個小房間裡面吧 然後你再走出來到地面上 他撞過來了 他是在這邊攻擊這些終界使者 終界使者好像故事是這樣子終界使者好像是為了偷他的彈所以才會在這邊的吧 然後 然後終界龍呢是為了要保護自己的這個巢穴啊那個彈不被偷所以他會攻擊這些終界使者 那我們是為了什麼過來的 我也不知道 那我也是為了偷彈嗎 是的我是為了偷彈 等一下喔 他好像要攻擊了 他攻擊的時候注意一下附近 我在看我身上還有什麼東西要整理一下的有啦有啦這個啦 所以就這樣放著吧這個這個就放進來了不需要了 我先吃一點這個好了 因為還沒有要開始跟他打喔他可能要吐了他要吐了 他要吐了我來裝了 他怎麼就就就就走了 他沒有吐東西嗎 他真的沒有吐東西耶 那這邊應該就是完全是一個巢穴的概念了有沒有 大家可以看到是周圍這些水晶呢都圍著中間這一個看起來就像巢穴一樣的 那龍蛋現在還沒有出來因為你要解決到他之後龍蛋才會出來他好像吐 我就是這個這個這個可以裝 看到沒有我開始在裝了 我開始在裝了太好了有龍息了 欸裝完了 你可以吐多一點嗎你這個有點少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這怎麼回事啊為什麼 我我我我怎麼撞到的是髒水啊嘿嘿 喔哇他真的吐過來了喔就是這個東西啦 可是 可是這東西怎麼裝都是髒水了是不是 再裝一下看好了 好了裝滿了裝滿了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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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他那個東西應該會一直不斷的朝著我吐過來吧 啊你幹嘛打我 我又沒有打你 我是不是剛剛看到你了嗎 拜拜 拜拜 死吧你死吧你 等一下為什麼會抓到髒水的啊 喂我也沒有要裝那個的啊龍息的啊那麼髒出來都是髒水啊 絕對不是用來裝髒水的我絕不喝髒水好不好 這個不太對啊 我怎麼了 我怎麼了我被他頂到很高的地方了是嗎 天啊 喔這就不太對囉 他們是不是要打我應該沒有吧 你們你們不要找錯仇家啊你們 你們的仇家是那一條龍不是我 可是這真的有點誇張了啦 為什麼還是髒水啊 我我我我快要崩潰了我說真的快要崩潰了怎麼會這樣子啊 既然如此的話呢我只好來破壞掉他的這個東西了當然我在空中在飛的時候呢 也很有可能的會被他那個吐出來的炸彈給炸到吧 就是他吐出來那個龍息類的東西還是把他打掉比較 他打遠一點會比較好嗎 不然我在破壞他這個東西他應該會知道我在破壞然後就過來找我的麻煩了 當然現在是我在找他的麻煩了其實 其實也蠻奇怪的他在這邊生活的好好的跟我們一點關係也沒有為什麼要來這邊找他麻煩啊 為什麼沒事我看到沒有他的那個動作就好像在那個巢穴那個保護他的龍蛋一樣糟了糟了糟了我可能會被攻擊快點走快點走 好然後會有一些是被鐵炸彈給完全圍起來的 真是的 我們攻擊不到他的那個東西但是他還是有辦法從那裡面吸取一些血量 好討厭喔 超討厭的 欸我為什麼射不到 因為我都射在船船身上了嗎 OK 可能要射的夠正 喔他來了 我被撞了 欸 但是我這一整套的真不是蓋的有沒有 我剛剛吃點東西好了 我這一整套的感覺蠻好的 被他撞了那兩下之後好像都沒什麼事 這繼續 還有就是他如果在這個吸血的過程之中呢 然後我把他的水晶給打掉的話他好像是那個吧會掉很多血的 我總覺得 我總覺得是我應該停在某一個啊不對停下來的話他那個 飛彈如果砸下來我在那上面 就一直不斷的掉血了很危險 但是他如果一直發射他那個 炮彈的話砸在我的飛船上面不知道會怎麼樣啊 他就到處亂飛 那個被鐵柵欄給圍住的呢等一下一定要射罰 過去然後 喔 我應該只要拿我的鑽石鎬 挖的會比較快嘛然後我在空中 我在空中把那個鐵柵欄給挖掉 喔這邊還有一個 我只把鐵柵欄挖掉就行了 沒有想到 沒有想到居然會張的是髒水啊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模組真的不太對了所以說啊這個 對不對 這個模組呢 現在真的是問題多多 多到了我已經有點難以置信了 我已經快要崩潰了 應該說我已經崩潰了好不好 我怎麼打到他 啊他他吐東西了等一下他吐的東西會 喔 他吐的東西我原本一直想要下降的可是我下降不了因為他吐的東西 他吐的東西讓 讓我沒有辦法下降我會一直停留在他上面然後就會一直掉血 所以被他給砸到這個船上面的話呢我就要一直往上飛才行 還好我剛剛夠機智反應夠快我發現我好像無法下降然後就一直在掉血 他吐的東西原來還可以像這樣停留在空中啊主要也是因為我那個嗎 他在那邊待著這最好了 這種時候最好 我不要撞了一下 耶弄爆了弄爆了 哎呀不要再撞我了 不過最神奇的一點是我這個飛船居然沒事 我的飛船真的 居然被他都沒有被他給撞壞啊 我的飛船如果被他撞壞我直接掉下去應該是也是直接摔死吧 我想要我想要快點能夠吃東西 我現在的那個 食物飽和度是很有問題的 我看能不能在這邊就把旁邊給挖開然後我在 他果然來了 他應該沒有吐 吐任何東西吧 他有吐的話反正我就是盡可能的往上飛就對了我能挖了嗎 應該能挖吧 就是會挖的比較慢吧 喔對可以挖可以挖 太好了 居然還可以使用這種方式的有沒有 這樣就有點太賤了不過也沒有什麼啦為什麼呢因為 因為我 我都已經那個對不對龍席都變成髒水了我還能說什麼 這邊挖大一點好了 喔挖不到 挖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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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吐 他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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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走快點走快點走了 天哪他吐了那個東西真的太太恐怖了啦 讓我吃讓我吃讓我吃 有的時候還吃不了東西了 我看那一坨就在那邊了 多久才會消掉啊 我竟然還要從這邊射進去 哎呀他又來撞我了 他知道我現在是他最大的敵人了 已經不是那些準備偷蛋的傢伙們了 因為他們也偷不到蛋啊 射進去應該就 我沒辦法射進去啊 好像要再換一個角度 因為我剛剛從這邊挖開的嗎 然後可能低一點會比較好嗎 這邊會比較好 完美的角度射的進去嗎 射到了射到了射到了 爆掉你只剩一個了好不好 你就只剩一個水晶了 啊我不能看到下面那兩個了 我等一下下去那兩個可能會來打我 沒關係 叫中介龍先去把仇恨值拉開 中介龍應該會去打他們 快點走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帶著這種豬肉是比較好的 因為他補充的飽和度呢真的是比較高的 你知道稍微一餓你就 就趕快吃 應該說受了傷你就趕快吃 一肚子餓你就趕快吃 你的飽和度呢可以幫助你補充很多的血 你知道嗎 好快點快點快點 我們又要再來一次了 這種這種比較賤的做法又要再來一次了 讓我挖讓我挖 他這個也是實在沒有辦法 喔我會被打我會被打 他等一下應該會吐東西了吧 我這怎麼挖這麼久啊 他他真是太厲害了 其實我這時候應該就已經可以射箭進去了 喔喔喔喔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他會吐這個了 太危險了太危險了 我這個時候我只要離開應該就沒事了 趕快再吃一片豬肉好了 不用了不用了啊還是吃一下好了 還是補血比較重要一點 好可以下來了 我的盾牌好像也可以擋得住他一些攻擊 不錯嘛在這裡就夠了吧 射進去就對了 我的劍 我剛剛怎麼好像無法發射 OK爆了爆了爆了他再也沒有辦法補血了吧 一切都已經在我的掌握之中 哎呀哎呀還是被他打了 快點下來了快點下來了 可是他還是會到處吐他的龍席 龍席是怎樣是龍的土席嗎 龍的呼吸的意思喔 好了可以了 把東西都拿去 這些髒水我也是 我也是不知道該說什麼的這些髒水 等等發生什麼事了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 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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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剛剛要打的人好像不是我喔是我 是我就是這傢伙 還好我現在 我現在的裝甲值是比較高一點的喔 打他們來算 喔喔喔喔我被他 喔喔我會被他頂開啊等一下 哇欸這危險了這危險了我會被他給頂開啊我的血這麼少很容易會摔死啊 是這要打他也這麼難啦 趁他在這裡待著的時候吧我要來攻擊他 但是這邊有吐息在喔他又吐了他又吐了他又吐了 他吐了東西很危險啊 哇要打他很不容易啊 我只能用射箭的嘛能射的時候就用射的 等等 他是不是待在那上面的時候啊是那個無敵狀態啊 他待在那上面的時候射箭是射不了他的 啊你幹嘛要打我我有沒有惹你 我有沒有惹你 還是你覺得我會跟你搶蛋啊 我是會跟你搶蛋沒有錯啊 我不可能會把蛋給你的好不好 喔他來了 只要砍他幾刀了 啊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他們所有的仇恨應該都是在那個龍身上才對啊不要來打我 不要來找我 跟我無關 這個他剛剛在天上飛的時候我是可以射到他的嘛沒有錯 果然沒有錯但是他如果在保護巢穴的時候呢好像就 就是無敵的啊因為那也如此很好 這個時候來打他 跳著打 OKOKOK 哇他血超多的啦 可是他這個時候呢也是超級弱的時候的有沒有 他可能會吐在我身上哇我被他撞開啊 還是要吐的東西直接吐到我的身上來了 哇我的血這麼少真的很危險啊 血少喔被他撞一下 直接被他彈開啊 很好很好 他這個時候超強的感覺 他又來他又來 趁機砍他 啊 啊摔死就不妙了摔死就不妙了 快點吃快點吃了反正補血了 好了有一隻已經坐上去了 等一下龍能不能坐上來 能不能讓龍坐上來 啊他吐了他吐了我來走 很好這個時候呢看能不能射箭射到他 能說射到他是最好的啦 他血好多喔 他來了他來了 趁這個時候射他 已經不行了吧 但是在這個時候會走到他的後面吧 在他屁股後面這邊好了 在這裡打他的腳啊打他尾巴好了 打他的胯下的部分有沒有 多麼的有效果啊 應該可以砍掉他一半的血了還不行 喔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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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錯地方了 我走到那一攤裡面就不妙了 來啊來啊來啊 再來啊再來啊再來啊 我又要吃的餐了 我的我的食物好像不夠多啊 我有沒有牛牛肉之類的 等一下 有南瓜派的話 還是把南瓜也先帶著吧 我我還是吃 先吃個幾口 沒那麼危急的時候 吃幾口南瓜派吧 好他又要來了 他又要來了 這個時候繼續待他的胯下就對了 對 在他的胯下待著就沒事了 原來只要打胯下就行了 這麼簡單的事情 而且所有的終界使者都會去找他喔 他轉過來了 他他轉向也沒什麼嗎 我們只要 欸太 哇哇哇哇哇好多那種東西 我盡量低著頭好了 這個時候如果看到 看到任何的終界使者就不妙了 我有點渴了 趕快先喝一桶牛奶 喔他又待在那邊了 等一下但是 我覺得啦 我們要打的比較 比較 對 必須要這樣子 我們要打的那個 穩扎穩打一點喔 危險危險危險 他又去追了 他等一下應該會再回來 可是他地上已經吐了這麼多了 他又要來了嗎 沒有 看能不能射箭射他好了 射到了也好神喔 他明明他明動作這麼飄移的 他又吐了 糟糕 但是他剛剛是不是好像被我打到了 還是說他是被 終界使者給打到了 快點吃這個時候飽和度呢 只有2.8而已啊 這個 這一片啊 真的補充不了多少飽和度 也就是說我們很難 可以那個 快速補血啊 來啊來啊 快點快點快點 還在盤旋 你快點過來 你的巢穴這邊待著 我就可以打你的胯下了 好不好 這個時候就是要打他胯下了 果然打他胯下才是真正真正厲害的啊 真正的王道就是打他的胯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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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怎麼這一坨在這裡 快點快點走快點走 差點就要死了差點就要死了 危險危險危險 快點走遠一點 我應該吃豬肉了才對 等一下我 那個血快要補滿的時候 對 我的飽和度如果低於1的話呢 補血好像就會很慢啊 好了好了趕快吃肉 果然被撞了一下 好險剛剛有補一點血喔 差點要死了 剛剛就是那麼的粗心 沒有吃肉 就會變這樣子了 危險危險 主要是他吐的那些東西實在太可怕了 來啊 我已經沒有劍了嗎 我已經沒有劍了 我所有劍已經射光光了 那就不要再靠劍了 不要再攻劍了 哇怎麼全是這個東西啊 快點快點 你看又要過來 我現在已經變成近戰了 我現在只能近戰 我居然會沒有劍啊 他他怎麼 他幹什麼他幹什麼 他幹嘛要鑽到地下去啊 這裡的話我就到這裡來 喔可以了可以打他胯下 快點快點 給他死給他死 打胯下就對了 打胯下 為什麼打不到了 死吧你 死 耶 打胯下 打龍的胯下就對了 哈哈 哈哈 哦天啊 終於是把它給解決掉了 哎 爆了一條東西在那邊了 那一條光線應該是指那個吧 可以再前往下一個 呃 這怎麼講 呃末路之城嗎是不是 是不是叫這個名詞啊 可以前往末路之城的那個 的那個傳送點啊 在那邊了 哦好危險哦 附近都是這個東西啊 然後龍蛋的話呢 我有沒有火把呀 如果可以 哦我的火把在這裡啊 我想說我在那邊看個老半天 怎麼沒有了火把 原來一直在這裡啊 我有火把的話 有稿子 有火把 那應該可以把龍蛋拿走吧 龍蛋去哪裡了 龍蛋龍蛋在這裡太好了 太好了太好了 哎你們的 你們要偷的龍蛋 我先拿走了 呵呵呵 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啦 好就是像這樣子 來吧龍蛋 耶 終於拿到了龍蛋了 然後既然都已經來到了這裡了 剛剛看的方向好像是這裡了 好像是有一個 那個 哦對就在那邊了 看到沒有 他看起來像一個 亞 雅琳嗎 有一點像雅琳啊 然後你要進去的話呢 我看龍蛋還是放在我背包裡面好了 我又不需要這顆龍蛋 我已經有恐龍蛋了 為什麼要這些龍蛋 我已經有恐龍蛋了 為什麼還有這一顆龍蛋 恐龍蛋以及各種恐龍 還有龍蛋 好神奇哦 哎哎哎哎 哎哎 閃過 那邊只有一格高嘛 所以要進去的話呢就是丟這些中介珍珠嗎如果你丟了準的話就可以進去了啦 要過去嗎 不過去白不過去啊對不對 但是我想要試試看如果哎不要試了啦 我本想要試就是用那個飛船我的飛船沒有回收 我本想要試看用飛船看看能不能那個 我都有飛船上面還坐著一個中介使者 看飛船能不能直接飛進去了 不過其實只要稍微把自己墊高一點然後距離近一點我直接投資 中介珍珠也是可以啊哎他已經不見了 哦他死了啦 旁邊有一個這個中介珍珠在這裡 好吧我直接就把他給毀了吧 耶 耶想不到六格血還是有辦法這樣打贏這一隻中介龍的對不對 重點是龍席都變這東西了我該怎麼辦 我現在心心情有點不太好因為我的龍席全部變成髒水 難道中介龍都是吐髒水出來的嗎 說的也是哦他吐了口水應該都是髒了吧 哈哈 哎呦喂啊怎麼會這樣子啊 好吧趕快 就往那邊去了吧當然 我是想要看一下那個 呃他叫什麼末路城還是中介之城管他的 如果能夠找到的話就去看一下好了畢竟這是新版本的東西嗎 我已經到這裡了 太高了一點 我會不會就這樣子摔死啊 算了再投擲一下好了去吧 好了我來了我來了成功了哎呦喂啊 啊所以所以說東西就在這裡了那這些東西的話我還是打一下好了 歐爺 東西都開始掉下來了在這邊呢得到了哥萊果這個東西啊哥萊果 可以得到這個東西哦 啊這東西可以拿來幹嘛呢 這個這個應該是那個模組裡面的東西要用來喝的啦 他組一組可以得到爆開的哥萊果 爆開的哥萊果呢就可以拿來做成各種奇奇怪怪的東西了 很好 然後想要去找的那個中介之城不曉得有沒有辦法找的到因為他 似乎出現率好像很低吧 也就是說這麼大的一個 這麼大的一個中介在這裡我還得到處隨便亂逛囉 各位啊我們開車不就好了嗎對不對 我喝點牛奶嗎讓我喝點牛奶 喝個牛奶我們在中介對不對一樣是可以很愜意的開車的啊會不會撞到他們啊 撞到他們然後他們全部來找我麻煩我不是就完蛋了嗎 居然可以在這裡面開車有沒有想過會有這麼一天但是 居然會被這些東西給擋住 前面好像有了前面好像出現了 原來在那那那那那那是什麼地方啊 好了於是乎各位我終究還是找到了這裡了 然後我原本想要搭飛船就直接過去了 還有一艘船在那邊有沒有 居然會有飛船然後還有一個這個城堡在這裡 太好了 那麼但是我想這一集的時間也差不多了 擊殺了一隻中介龍獲得龍蛋我們也找到了 想要找的東西接下來就可以進去這裡面好好的逛一下 那麼這一集在這裡先結束了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一回再見了 大家拜拜 拜拜